11日,Triple 4小分队Evolution出道发布全新EP 7P3的歌曲《肉蛋》发布后 被很多网友认为与Azuan的Fiesta一模一样 2020年2月17日发行的Fiesta 作为Azuan歌曲中音源成绩最棒的一首歌 已经发布变空降Mailon Top 100第三位 也是唯一Mailon达到世时一位的五代女团 显示了她出色的影响力 而面对肉蛋,鉴于两者的明显相似 许多人开始认为她采样了Azuan的曲目 但随着深入的调查,意想不到的真相浮出水面 事实证明,这两首歌曲都是由同一位作曲家崔贤君创作的 他不仅主导了制作,还负责了两首歌的乐器编曲 这一爆料平息了抄袭指控 毕竟出自同一作者之首 虽然抄袭问题已经平息 但作为不同女团的制作人 如此敷衍的行为也让粉丝不满 粉丝表示,这已经不是风格项了 就是同一首歌随便改了改啊 作曲家如果就是按照Fiesta去做的这首歌 我觉得是最蠢的选择 听下来大家只会记得Fiesta 对此大家怎么觉得呢 欢迎留言 爱的韩语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